中国大陆最南端 湛江市徐文县 三面环海 海岸线曲折绵长 眼前这片略显寂静的夹角之地 便是两千多年前 繁华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 徐文古港区 它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执法港之一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 汉园顶六年 汉武帝平定南岳至徐文县 以控厄穹珠海峡及海南岛 为满足军需 在县制设徐文港 其实汉王朝正开拓海外贸易 由于汉代船舶只能近海岸航行 徐文以东珠港出发 往来与东南亚之间的船只 都必须经过穷州海峡 作为军事用途的徐文古港也成为海上贸易重要的中转战 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关于徐文古港至东南亚多国的航线 及汉代使者带回明珠 碧琉璃等异国物产的记录 并据远河郡县图志记载 朝廷在这里设左右侯官 专门供应船舶补给 管理外贸事物 得港口之力 国内外客商云集的徐文成为沿海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故民间有言 遇拔贫易徐文 近代以后 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 商船可从攀鱼直下南海 加至泥沙鱼基 徐文古港渐渐走向衰落 今天 在徐文汉唐生活遗址出土的万岁瓦当 灵芝文瓦当 宜观印文砖及汉铜镜等大量文物 印证了徐文古港昔日的繁荣 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 徐文古港已成历史 但在这片海湾上 新生的铁路与港口正接过使命 沿一带一路续写传奇 沿一路续写传奇 沿一路续写传奇 沿一路续写传奇